Ladies and gentlemen, we got him 2006年的最后一天 萨达姆在他人庆祝新年的欢声笑语中 被推上了绞刑架 并且在行刑前说出了自己最后的遗言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东雄师 此刻却沐济神城 被美国抓捕后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2003年12月14日 在伊拉克境内的提克里特 无数支美军的队伍集结在这里 因为他们要去抓捕一个人 一个跟他们捉迷藏 捉了八个多月的人 那个人就是萨达姆 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 萨达姆就在提克里特的某树小村庄里藏着 因为之前美军在抓捕他时 总能被他非常及时的逃脱 这次美军是非常谨慎的 而萨达姆也不是吃素的 他能和美军周旋八个多月 足以看出他的警惕性 同时也不能小看他的保镖 事实上就在美军靠近提克里特时 萨达姆的两名贴身保镖 就已经有所察觉了 他们果断乔装 装扮成了落难逃荒的普通民众 而萨达姆也第一时间得知了美军的到来 赶在美军发现他具体的藏匿地点之前 找了个位置躲了起来 美军赶到时 就只看见萨达姆之前待的房间里 有床铺和被子 有碗筷 甚至还有水壶和饭碗 看得出来 这时人刚走没一块 围绕着这个小屋 美军开始向周围扩散搜查 但是并没有发现 有萨达姆或疑似萨达姆的人出现 就在美军以为这次萨达姆又要逃掉的时候 突然 美军在人群中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之人 虽然两人也打扮得像是平民老百姓 但是那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很快 一队美国士兵将两人围住 并询问这两人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看见萨达姆 两人只说自己只是平民 也没有见过萨达姆 听到这个回答 美军直接拉来了两条军犬 然后对其下达命令 让这两条狗扑上去撕咬那两人 很显然 美军是不相信这两人的 两条狗也不负众望 对这两人就是一顿狂吠 进而扑上去撕咬 起初两个人都还能够承受 嘴里一直重复说着自己就是平民 没有见过萨达姆 但是渐渐的 随着身上被撕咬的地方越来越多 其中一人撑不住了 他要求美军停止伤害他 他知道萨达姆的去向 美军很开心 让撕咬他的那条狗停了下来 被咬得血肉模糊的人说 自己是萨达姆的天生保镖 美军来之前 萨达姆就已经跑了 并且他还指了一个方向 表示那就是萨达姆逃跑的方向 美军一听就准备追出去 但一个人拦住了欲追击的美军 因为他发现地上有一条绳索 这条绳索伸向了一个坑洞 美军立即会议 派人去检查 果然在坑洞里 找到了消失已久的萨达姆 此时的他 胡子长的都可以编辫子了 头发也异常凝乱 浑身脏兮兮的 让美军根本不敢确认 找了很多人来验证他的真实身份 最终才确定 这就是萨达姆本尊 这直接惊胎了美军 这还是曾经那个 嚣张的萨达姆嘛 要知道 他可是极少数 敢公开和美国叫板的 中东领导人 这是萨达姆被捕后的情节 所有人都在庆祝 在欢呼声中 他被美国监禁了三年后 推上了绞刑架 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刻 他才说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眼 他说了什么 监禁三年期间都遭受了什么 2003年12月13日 萨达姆被美军抓获 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先生 沦为了奸下囚 这种感觉可一点都不美好 当然 在狱中 美军也不会让他好过 不仅仅因为美军抓他 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间 被他当猴耍 遛了这么久 还因为他是中东地区 极少数 敢和美国公开叫板的 而且在很多伊拉克人民眼里 他是个民族英雄 这并不是美国喜欢的样子 事实上 萨达姆被捕之前 因为自己的铁血手腕 镇压了很多不服他的人 稳固自己的政权后 他开始对伊拉克的经济 进行改革 因为中东地区 最丰富的是石油资源 但是石油资源 却并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因为他们要看美国脸色形势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他想拉拢科威特一起 将石油资源充分为自己利用 减少石油开采量 相应的提高石油价格 依此来恢复国家的经济 其实这一想法挺好的 但是这一想法又太危险了 因为这样做 无疑是爬到美国头上好头发 科威特自然明白这一点 虽然他也有心 但是却没有胆量 去联合萨达姆和美国叫板 因此萨达姆见文的不行 就准备用武的 但是他这一系列举动 都被美国看在眼里 本来见科威特 没有被萨达姆游说成功 美国还稍微放了点心 但是对于不听话的萨达姆 美国很生气 准备把人揍一顿 结果还没等他们动手 萨达姆来了个先发之人 直接打下了科威特 美国瞬间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当我这个大哥是吃素的嘛 于是 海湾战争出现了 虽然萨达姆很激动 他有着非常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他觉得自己只要打赢了海湾战争 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 就再也不用受到美国的制约 自己想要发展经济 那就容易多了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在美军先进装备的加持下 伊拉克败得很惨 萨达姆也输得很彻底 美国也决定 要将中东石油市场 全都拿捏在自己手里 要把人打服 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 短短一周 美军用炮火将伊拉克轰成了一片废墟 而萨达姆也在轰炸中失去了民心 被美国追着他 最终在他的亲信的叛变下 被美军抓获 而被捕后的萨达姆 每天都会变着花的 经历各种户刑和折磨 美国企图用这种方式 让萨达姆低头服软 但是萨达姆却并没有让美军得偿所愿 2006年的最后一天 萨达姆在他人庆祝新年的欢声笑语中 被推上了脚型架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东雄狮 此刻却默契沉沉 但他却依旧坚定无比 在被囚禁的三年时间里 萨达姆可以说 没有过过一天人过的日子 在这里 所有的狱卒只要不开心了 对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丝毫不在意 他是不是什么前总统 没了高贵身份 萨达姆在美军面前 就连普通人都不如 他没有人权可言 他们把他的牙齿一颗一颗拔掉 看着他流了满嘴的鲜血 觉得痛快极了 他用塑料袋蒙住他的头 看他满脸通红 呼吸不上来的样子 觉得非常过瘾 他们把他的衣服拔光 看他在众人面前丢尽尊严的样子 觉得异常畅快 每一天 他都会被新的刑法折磨一遍 如果没有折磨 那就是美军想要让他认下 那个莫须有的罪名 因为美军逮捕他的时候 是以他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的 可事实上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美国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完美的罪名 将他毫无顾忌的杀死 他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 无论美军用什么方式 他都从不开口说什么 任凭美军的羞辱 他只是默默的在心里 背诵着古兰经 直到三年后 美军似乎不在意 曾经安到他头上的罪名了 2006年12月30日 萨达姆被带进了审讯室 这一晚 美军对他进行了最残忍的折磨 几乎将三年里 他所受过的折磨 全部重新来了一遍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估计到了 果然 在美军最后一轮折磨过后 他被人带了回去 他看到了绞刑架 他明白 那里是他马上就要站上去的地方 回到牢房后 他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 最后洗了个澡 然后收拾好自己的头发和胡须 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穿上深色外套 手中拿着那本古兰经 面容平静地走向绞刑架 在绞刑架前 他将怀里的古兰经 交给了一旁面带怜悯的狱卒 委托他将古兰经 交给自己唯一还在世的亲人 那个远嫁他国的女儿 那里面夹着他对这个世界 最后的留恋和温柔 他要告诉自己的女儿 他是为伊拉克而战斗的烈士 最后他被绳索套住了脖子 在套住脖子的最后一秒 他大喊一声 伊拉克必会战斗到底 最后这句话 是他这三年来 无时无刻都想说的 终于在他生命的尽头 喊出了心中最后的一眼